国道一号高雄五甲系统在昨天早上发生了连环车祸 一辆轿车一次变换车道不慎 先跟后方的连接车发生了碰撞 随后再撞击另外三部车辆 事发当下内侧车道有一辆满载了四名香港旅客的继承车 尽管顺利的闪避了 不过巨大的撞击声响也把乘客给吓坏 小黄建车行驶在国道内侧 直见中线车道一辆银半连接车 好端端执行没想到下一秒上演惊险画面 外侧车道一辆深绿色轿车忽然变换车道 银半连接车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能硬生生冲罩上去 撞击瞬间成言四起 银半连接车失控打滑 差一点就波及到计程车 也吓坏车上乘客 好在小黄司机当下很淡定赶紧加速驶离 本计呢差一点点就是撞到坐在后面的乘客 这起事故发生在四号早上七点多 国道一号南下三百七十公里 当时陈姓男子开车疑似变换车道不慎 先跟后方一辆银半连接车发生碰撞后 再撞击另外三部车辆 而事发当下内侧车道这辆 由失信小黄司机驾驶 车上满载四名香港旅客的计程车 尽管顺利闪避 但巨大撞击声响 人吓坏车上乘客 他们就在那边说要出境了 还遇到这种差点生离识别的那种状况 据了解这四名香港游客 准备前往小港机场 大机离开台湾 没想到再离台前夕 碰上车祸事故 尽管没受到波及 但这惊险一瞬间 相信也让游客们永生难忘 这有高雄众报道